由农梁鼠每年所举办的全国性咖啡评鉴竞赛 今年轮到南投县主办 活动也在县长林明珍亲自到场主持中盛大展开 除了评鉴竞赛外 也有安排展售活动 让咖啡农可以向消费者介绍优质的国产咖啡 林县长也邀请各界喜爱咖啡的民众 即日起一直到6月6号 可以到南投会展中心走一趟 好好品味国产咖啡香醇浓厚的口感 农梁鼠办理全国性咖啡评鉴竞赛 本是由南投县主办 现场举办咖啡豆评鉴味 也邀请知名的咖啡业者共享盛举 清洁处各式特色咖啡 幸福也巧妙地结合凤凌书等知名伴手礼 这是希望打造不同元素 一业行销 今天我们县政府 接受我们农粮食的委托 在我们会展中心 举办我的野餐时代 我们最主要是举办 105年台湾省 这个咖啡的一个评鉴 一个活动 同时也是我们 结合我们红礼师 来举办我的野餐时代 我说非常了不起的就是 每一个摊位的咖啡 它的特色都是不一样 那么这个特色会什么 喝起来会不一样 就是我们这个铸造咖啡的 我们这些咖啡 这个农民 可以说每天都在研究 如何让我的咖啡 能够有不同的口味 所以今天我喝了 大概十几家的 这个农油的咖啡 确实感觉到非常不一样 我们的欢迎各位 今天开始到6月6号 能够到我们飞展中心 来品尝 全国最好喝的咖啡 县长林明珍 千元邱美玲 曾正寅 国姓巷长邱补生等贵宾 共同参观咖啡展售区 受到业者乐点欢迎 林县长也希望 这样的活动 能趋势办理 让本县的农特产品 多元行销 咖啡 目前国人都蛮提倡 也蛮盛行的 那我们也因应而生 我们现在又推出我们 可以当喝咖啡时的 一个下午甜点 我们日月坛这边 有一个700多公顷的 一个湖面 来做一个地区的气候调节 那所以日月温差大的话 它的甘醇度来讲 会比其他地区的甘醇度 要来得好 我们台东的太马里的豆子 它的特色就是 因为我们有海风 海风有那个辣离子 所以我们的咖啡豆 它那个焦糖味特别重 根据调查 台湾人越来越爱喝咖啡 咖啡业在国内的产值 已超过600亿 而为了建立咖啡品质 分级制度 农家署也特别邀请咖啡农 参加品鉴扩展市场 而新政府结合拿投当地的农特产品 这是要让消费者已吃过足 增加农民的行销通路